本系本两部分,可快速定位,经络总钢按摩的常用手法,一,经络的含义,经络是指经脉和落脉,是沟通表里内外,联络脏腑之节,运行记写的通路,经络,经络系统中的主干,经,有路径的含义,贯通上下,沟通内外,落脉,经络别处的分支,落,有网络之意,叫经络细小,纵横交错, 遍布全身 二经络是什么? 一,在人身体上学位与学位之间,以及学位与脏腑之间,脏腑与感官之间,以及脏佛与脏腑之间的联系,沟通的途径叫做经络 二,经络是人体系续的通道,且沟通内外,贯穿上下,联系左右,网络全身的作用,将外在的筋,脉,肌,皮,五官,且可与内在的五脏六佛 等联系统一的有机整体 林书,还论篇讲道,不时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落于肢结 三,经络是人体的活地图,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灵系脏佛肢体关节,沟通上下内外,的并存在于人体内的通路 五,只有经络畅通,气血畅通无足,人的身体才不会出现问题 四,经络是人体的山川大河,无端水溪,经络就像山川大河,无端水溪一样,川流不息,奔腾无足,欲宁气血,无端如滑 五,经络是人体健康的调控中心 林书,经络中说,经络者,所以觉四生,出大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致,病之所以起 接着经络也,经络对于维持人体生命活动,调理各种疾病,调理集体虚实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说,经络是人体健康的调控中心 六,经络就是我们的随身寓意 通子不通,通子不通,经络是我们健康的情欲表 经络养生不仅是乙病,还可以是卫病 学位是我们随身的要脑,学会经络养生 每个人都是医生 二,经络系统的组成 一,十二经脉的名称 一,命名原则 一,上位守 下位足,行于上知者位守经 行于下知者位足经 二,内位阴,外位阳 四只内侧前中后一次位太阴 绝阴,少阴 四只内侧前中后一次位阳明 少阳,太阳 三方位一,府位阳 阴经鼠脏,阳经鼠腹 一,点柔学位学位 右肾数学,气学,视人体脏腑 经络的活动机能 基于体表的一些特殊部位 如何骨学,足三理学等 通过对一定的学位进行按摩 可以疏通经络,调理积血 调整人体机能 起到保健或疾病的作用 二,推理经络 三 敲经络 敲柔经络 比推铝经络 此剂量要大一些 四 怎样才能正确找到穴位 找反应 身体有异常 穴位上便会出现各种反应 包括 牙痛 用手一压 就会有痛长 硬结 用手指触摸有硬结 感觉敏感 稍微一次机 皮肤就会自扬 色素沉淀 出现黑质 白 温度变化 和周围皮肤有温度差 比如发凉或者发烫 在找穴位时 要先压压 捏捏 看看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